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是拓展到其他市场 李嘉伦和他的团队计划重启Clubbattery 寻求地域相邻且具有相近文化和政治环境的国家 包括东南亚 半中东 非洲 欧洲等 他分析了Clubbattery的优势 一是本地化 经过在印度市场的摸爬滚打 对跨境电商各个环节形成了更深刻的理解 也学会了如何和国际巨头竞争 二是构建了商品的知识图谱 可以更好的连接供给核需球端 极大的提高电商的运行效率 这些沉淀下来的技术合法论并不诱于印度市场 李嘉伦说 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 印度的确是个重要的市场 但似乎不是唯一的市场 林萌也认为最费劲的互联网公司来说 现在只有三条路 一是等待 通过外交政策 修复与印度政府的关系 二是通过印度当地的代理商 换个马甲 包装成一个印度公司 三是调整策略 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多个产品线 多区域发展 被封禁的时候 心态肯定时想骂人 但也没什么办法 如果真的被禁 那就换一个市场 接着做 赵磊告诉头中网 而可以迅速转向别的市场底气 来自于这批企业深谙出海的方法论 就像互联网新贵字节跳动的TikTok那样 每到一个市场 就让它的管理团队本地化TikTok的印度市场 是印度人管理的团队 在美国市场 是美国人管理的团队 出海40年 中国企业的优盘式生存法则 中国企业走出去 向来被视作企业发展重要的一环 也是中国企业做强做大的一种体现 在印度风劲风暴中 我们看到绝大多数出海创业者 似乎都练就了一身优盘式生产的本领 头中网发现这批出海企业家之所以能如此迅速调转船头 或许在于他们已经摸清了一套出海的创业模板 一套从设计到落地的本地化工具包 这套理想的出海模板里 有前期市场的调研 项目的设计 语言交流的工具 供应链等基础设施的了解 法律当地国情的认知等 就像U盘一样 里面装了这套工具和模板 到了哪个市场 按着基础本地化 再做个性差异化 如今的出海企业们 远然已是U盘型企业 8月初 头中网在杭州 与一家跨境电商从业者交流 他所在的公司 2019年才成立 不到一年时间里 已成功拿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市场 用户过千万 2019年在成立不久后 这家跨境电商的创始人就对外表示 2020年公司的目标是开拓泰国 越南和印度尼西亚 接着则是菲律宾和中国台湾 在这过程里 他们有着中国成熟的供应链 便宜的货品 复制拼多多的社交电商的模式 很快就能在当地能启动 且流行开来 而实际上 这样的企业在这些年里层出不穷 根据白京出海的数据 中国目前有7400多家出海企业 白京出海的COO刘武华认为 2016年以来 中国出海企业频率加快 内容 社交 服务 游戏 短视频 直播 电商等出海形式层出不穷 遍地开花 而印度以外 东南亚也是中国出海企业绕不开的市场 因为内容领域的创始人兼投资人 也看好东南亚 他告诉投中网自己打算去那边发展 一方面 东南亚所处的阶段是过去的中国 公认的是下一波机会诞生的地方 另一方面 对于内容领域的人来说 国内的监管各方面限制太多 一不小心就有灭顶之灾 风险太大 蓝池创投总是总经理曹薇 告诉投中网 中国团队出海 无论是电商 游戏还是金融服务 把国内成熟的模式 搬到东南亚或者印度市场 优势都非常明显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降维打击 除了东南亚之外 一些出海的创业者还认为日韩 中东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尤其今年亚洲应对疫情比较好 所以亚洲市场会比较稳定 从他们的数据来看 日韩的付费情况都相对更好 于博告诉投中网 印度封禁后 政治风险上升 近期投资人对出海赛道虽谨慎 但实际上在与投资人交流里 投资人不会过多关注不可控的政策问题 更多还是焦距业务本身 而对于卷入暴风中TikTok 这些出海的创业者们也都在关注 他们希望能从字节跳动的全球化路上 学到一些经验 在海外有业务的国内云计算厂商赵磊 对头中网表示 对于绝大多数出海企业 面对政府强制性的证明 根本没有抵御的能力 而TikTok的后续 也将为他们要做全球化的企业提供了蓝本 换句话说 印度的封禁 美国的阻断 并没有改变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之路 没有打断他们的出海规划 对出海企业来说 光荣的荆棘路 总要人去探索 ClubBattery的李嘉伦说 按照受访者要求 余博 赵磊 林蒙为化名